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真还怪好的嘞 就是略带辉邪的一种一点点阴阳怪气的话 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 朋友跟我说公主请吃饭 你挺开心的还是 闲眼包 我没以后 我摄友就经常那个 比如说在班里面上课他就老是要什么呀 他就赶紧赶紧就是说说推荐我之类的 就是这种 尊读甲读就是真的假的的意思 然后就是大家以一种比较神奇比较可爱的口吻 然后说尊读甲读这样 然后还衍生出来了比如说尊读尊读 甲读甲读这样的 一人爱人嘛 反正我就是一个ENFP的快乐小狗 然后但是我朋友好多都是爱人 兔州没有旅游吧 因为在今年五一的时候 七个小时的站票到了泰安 然后爬爬泰山了以后 又大半夜11点经历了三个小时的站票到了资博 两三天的旅行下来的话 整个人感觉快废了 和经历一趟特种比较没什么区别 我会经常说海金蜜这种的 就是这个词感觉也挺符合那种小动物可爱的形象吧 就挺开心的 遥遥领先还是印象挺深刻的 中国的国产引着全往全球热议 命运的时候开始转动啊 疫情之后嘛 然后可能大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某一瞬间 然后再回想起来之前的那些 网友有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吧 那就是太酷了 首先这一年就是 相当于是我们疫情解封的一年吧 然后大家的生活都回到了正轨 然后今年呢也去了非常多的地方 然后体验了非常多的 不同的城市的风景和生活吧 精神状态良好吧 因为我马上就要去吃烤肉了 然后你正好赶在这个时候问我了 所以我心情很好 艺人吧 今年开始特别容易接触这些人去社交吧 所以就越来越艺了 我感觉我的2023就是一个比较矮的一个状态 宿舍教室图书馆这间来回穿宿 我就不会太去 不会去图书馆的 好的好的 我应该是一个人还怪好的艺人 就我认识了我女朋友嘛 她之前是觉得艺人和艺人比较配嘛 但是她现在觉得 其实两个艺人相处起来也挺轻松的 可能在别人眼里看来 我们是比较相处的比较自然比较融洽的那种 那我可能也会觉得 其实是明明的开始转动 因为那个你以为你可能曾经制定的 2023年的计划 可能到了年底的时候 你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实现了 就现在其实又有点后悔 实话是说 2024我希望做一个宠爱战士 因为我想找到对象 我希望我能挣大钱 这破天的富贵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呀 希望自己在自己的领域 不一定要要领先嘛 但是希望一切顺利吧 我希望我不要成为我导师里的那种 导师眼中的闲眼包 我就默默地做一个小安静就行了 那就想你的风别吹了吧 最近真的是太冷了 不要再挂风了 青州雨过万重山吧 我是希望到2024年 就是所有2023年纠结的事情 担心的事情 一切都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然后希望2024年能够感受到 青州雨过万重山的感觉吧